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们在那一带发现了一些不明身份的残骸 这使得人铁身的失踪更加神秘 当年各种消息满天飞 网上的搜救记录 新闻报道等 互相之间有不少欣喜矛盾的地方 我们尽量摘取可信的部分 回溯一下当年的蛛丝马迹 尝试着推导任老师到底遭遇了什么 事情要从2008年9月下旬说起 北京五中分校61岁的退休弟弟老师任铁身 原本约了两位爱好登山的同事 一起去云雾山远租 但因同事临时变卦 任铁身便改变了计划 打算独自去近一点的门头沟登山 并将这一计划写在了他的日记本里 任铁身退休前在学校里 是负责学生越野活动的地理老师 有30年登山经验 经常健身 任老师有一个目标或者说理想 就是他想爬遍北京周边 所有1000米以上的山峰 门头沟区地处北京西部山区 历史十分悠久 2008年时 这里也是群山环绕森林覆盖 9月29日晚上 任铁身告诉妻子 第二天要去门头沟爬山 要到半夜才会回来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 为了节约用纸 就在学生使用过的 基督达提卡背面写 失踪前一天 他很细心地写了 要灌水 装手机 装面包合肠 以及要丝材报纸条 以备登山的时候挂在路过的树叉上 做记号 这些举动都非常妥当 且专业 9月30日清晨5点 任铁身离开了北京东四六条的家 从此调无音讯 当晚家人不停拨打他的手机 一直没能打通 失联4日 10月1日上午10点 任铁身的家人向门头沟的警方报了警 还去东四派出所报了案 并在朋友的建议下 向北京户外专业救援队 绿野救援队进行求助 救援队的人一开始认为 寻找到任铁身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因为此时还没有超过黄金72小时 况且任铁身以外生存经验丰富 身体素质也较好 晚上8点多 绿野论坛上发出了一则帖子 向大众求助 紧急救援 30日一老年旅友在门头沟山区登山失踪 请当日在该区的旅友 回忆一下是否遇到过 人铁身 男 61岁 身高1米73 北京武装分校教师 平日身体健康 经常登山锻炼身体 2008年9月30日星期二 于早上5点左右从家出门 去门头沟登山或者云雾山 出门时带一黑色手机 索爱J132C 出门前告诉家人当天半夜回家 至今未归 出门时即身穿红色T恤 丝质 短裤 卑身蓝色 双肩背包 可是门头沟非常大 家人从他的日记中无法得知 他爬的是哪条线路 门头沟派出所的警察们找了一天 却向大海捞针 一无所获 10月2日 中国移动检测到 那两天人铁身的手机信号分别出现在两个地方 9月30日上午7点20时 他给弟弟打过一个电话 据称他当时应当位于妙峰山镇政府附近 到了10月1日的下午4点多 中国移动的缠防基站又收到他手机关机的信号 此处靠近妙峰山风景区 距离前面镇政府有十几公里 这么看 似乎人铁身是从妙峰山镇往妙峰山风景区移动 于是大家一大早在妙峰山森林公园西边的缠防村集合 但是快中午的时候 经前方搜救人员向缠防村村名合时 没有人看到任老师在此处见过 于是大家又改到妙峰山东侧的建沟村集合 大家在村民向导的带领下登顶后兵分三路 一边搜索一边询问当地老乡 但还是毫无收获 10月3日 搜救队从校方领导处得知 人铁身的自行车在地铁5号线的张字中路站被找到了 应该是坐地铁来的门头沟 这一天 大家以缠防村为中心展开了搜索 并且家属单位和当地山民 拿着人铁身的照片在附近寻访 8个多小时下来 依旧没有任何蛛丝满迹 就这样 黄金救援的72小时过去了 人铁身了无音讯 事情变得诡异起来 作为资深登山客 他如果在附近活动过 一定会留下痕迹 可是此时他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一半 10月4号 在镇政府分配的路线下 搜救队扩大了搜寻范围 终于发现了一条线索 他们在禅房和狼洞之间的某处 发现了一个清晰的往山下去的鞋印 经过比对 他和人铁身失踪时 所穿的鞋印纹理以及大小都一致 根据鞋印方向判断 他当时应该往禅房村西南的探场放散去了 可是这一天下来 却再也没有其他收获 10月5日 由门头沟政府牵头 武警 搜救权和消防员也都加入了搜救队伍 另外还有燕捷搜救队 北大山鹰社 以及许多户外俱乐部的登山爱好者也都来了 消防人员生计安全神 一点点下到每一个有可能失足跌落的断崖底去寻找 其余搜救队员三米一个人 沿山体平推往下走 行程拉往试搜索 直到10月7日 上百名搜救人员在妙峰山区域整整掌了6天 毫无收获 大家开始怀疑 人铁身根本没有在建沟 产房附近登山 这一点或许也可以得到公交车方面的辅助验证 因为他若要来登妙峰山 就必须先乘坐929路公交车到产房站 当年929路公交那个时间就两班 一班在该站没停 另一班的司机停了 但不记得见到这个人 产房那边也没有村民看到过他 至于那半个疑似人铁身的鞋印 也有可能是别人的 并不能确定 那么他去了哪里 一些好像又陷入了死去 就在大家归心丧气时 10月7日搜救队得到一些消息 有人声称 似乎看到他上午是在妙峰山镇附近的某个村子下的车 这里提一句 妙峰山镇距离之前搜索的禅房村和妙峰山风景民胜区 还有20多公里 步行可能需要6-7个小时 接着 搜救队在妙峰山镇的丹里村附近 遇到一个水果摊贩 他说 9月30日上午 任老师曾向他打听 这山里哪里核桃多 摊贩回答 摘棠和王平一带都有 任老师又询问了到两处的距离等细节 并在丹里村徘徊了近一个小时才离开 搜救队员分析 核桃最多的地方是王平地区 且距离近 任老师应该去那里 这次方向找对了 又有当地村民表示 9月30日11点左右曾经见过任老师 还被他问过路 有了这条线索的指引 40来个人立即组队进山 在铁头山的山楂陵附近 发现了近20个用报纸打的结 报纸为9月25日的北京青年报 正好是任老师家中该份报纸缺失的那点 这些挂在树上的路标 串成了一条清晰的上铁头山的路 最后一个路标停止在距离山顶50米的地方 当时大家都很激动 感觉快要找到任铁身了 搜救队根据任铁身的体制 路标行程的路线推断 他是在9月30日下午3点左右 便抵达了铁头山顶 他们推测 当他开始下山的时候 他可能找不到或者放弃走之前来的路 那么除了这条路 任铁身还能从哪里下山呢 经过分析发现 还有三条路可以走 即从圈门出来坐车回家 又或者往潭浙寺方向前进 又或者往西南滴水岩方向走 圈门方向很快也被排除了 到了10月9日 搜救队员们分两路排查 潭浙寺和滴水岩方向 下午2点的时候 有消息传来 滴水岩方向的一个岔路口 有一个用薅草铺在交叉藤条上 搭建的路营痕迹 位置在铁头山顶朝南 在距离草铺不远的地方 含有人的粪便和卫生纸 更加确认了有人在此停留 这时更明确的线索出现了 在草铺上方的处石上 挂着一张装在密封塑料袋里的 北京市五中分校考试基督达蒂卡 背面写了这么几行字 五中分校推租教师任铁身 9月30日登上铁头山 归城中迷路 在此处山上住一夜 10月1日12点开始 顺山梁向东北方向 向十字稻村移动 以备万一 有此条 还给路过的一泻人 人铁身 10月1日52点 大家顺着可能的路线 没走多远 就发现了一个断崖 以及可能是人铁身带子放置的一根横木头 搜救队员说 这是典型老户外的做法 大家一度在山上发现长库 尸骨 浮臭尾 后来都证明和人铁身无关 长库扣子生锈 应该属于距离它不远的一具 成年百骨 另外还发现了一年轻女孩装树的尸骨 腐臭尾则来自70多米生涯下的阴窝 10月15日 人铁身的老母亲亲笔写了感谢信 并通过网络公布 自从人铁身失踪的第二天 各大媒体和网络力量便陆续参与了进来 北京交通台于10月1日当天 不停的滚动插播人铁身的巡人启事 绿野论坛实施发布搜救任务和检方动态 北京电视台开辟专栏 跟踪报道搜寻过程 短短20多天内 便一共有上千人上山搜寻任老师 无数人的心被任老师牵动 大家都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可是任老师依旧毫无踪迹 时间到了8年之后 2016年1月 有旅友在谈刺附近 发现一具人体骸骨后报警 谈这次方向 正是当年大家分析 任铁身可能下山的两条路径之一 顿时 任铁身失踪案 又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 那是否这就是任老师 警方和搜救队到达现场 下到40多米深的山洞 拉上来两具尸骨 其中一具 推测遇难时间为2008年左右 正是任铁身失踪那一年 据任老师家人说 警方已经备案 将疑似骸骨进行DNA对比 若有结果会通知家人 可是至今没发现 进一步的相关报道 那么任老师为什么会失踪 他去了哪里 下一集将继续分析 喜欢我们的原创内容 欢迎留言讨论并分享哦